你好Mabel 這個中心真的有很多懷疑元素 但始終服務對象是長者 就像我這些年輕人 又好像不太合適 不會 除了樓上的設施之外 我們來到這一層 有全亞洲首創的生命歷程體驗館 最適合你們這些年輕人來參與 透過60分鐘的互動環節 年輕人可以反思生命之餘 亦都可以改變對年老的看法 不如我們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好 跟剛才懷舊的長者中心比較 體驗館用了大量銀色和閃的裝飾 加上現代感的設計 感覺就好像置身在虛擬世界裏面 參加者透過60分鐘的互動環節 他們是可以由出生慢慢踏入成長 透過這個過程 他們可以體驗到人生 亦都能夠更加懂得珍惜生命 和珍惜身邊的長者 來到這個區域 顏色明顯豐富一點 刻意放大的裝飾 呈現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這個場地你會看到很多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是人生的抉擇 究竟是工作、讀書、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我們很想吸引他們每個人 去感受不同的遊戲 所以凝聚都是很色彩 很多顏色 等你三心兩意 好像有很多抉擇要做 可以穿越時間的時光隧道 你準備好未 可能你走入時光隧道之後 其實已經可能去到你 Retirement Stage 其實整個Tunnel裡面都黑色 有很多詞和音樂 有很多人說話 你都好像走到一個很綠色的草地 你再走到Further End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片的 一個很舒服的畫面 這個其實是 有一點訊息告訴你 你已經是到達你的旅程 就已經可以了 走到人生最後的一段路 任何人都要經歷 是這一刻 我們不想很傳統 你會去感受到一些 你不開心的事 其實我們想你開心 所以想給你一些正能量 所以希望那件事 做出來時都是開心 所以用的顏色都是比較淺色 很自然 讓你可以靜下來 看看將會怎樣 其實那個感覺都是比較舒適的 復現代這樣的設計 可以製造穿越未來的體驗 所以 只要做到到位的室內設計 絕對可以豐富人對生活 甚至生命的感覺 總之滿足 好 大家好 為何